歡迎大家收聽動漫廢物 今天是第126集 126集我們貴人朝風雨 所以今天只能錄播 不能達成這個風球馬拉松 不停直播直播又直播的創舉 其實我想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都歡迎你在MSN跟我們聊天 我們的MSN就是 acrubish at cuhkacs.org 先介紹一下主持 我是漫遊者 我是夏木貝 我是梅野郎 今天我們請到一些很重量級的嘉賓 很厲害 那個嘉賓就是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孫威君 多謝多謝 直接請了一個繪戰師上來 風煙四氣 我們本來想請不動阿孫 我們隨便找一個人扮 我的名字叫繪戰師 大家好 我是陶繪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另一位嘉賓 大家好 我是阿俊 也是相當熟識會展師這部作品的嘉賓 一點點 屁毛 你都屁毛 我們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是負責做的 我們跟阿孫聊聊天 首先問一下阿孫 其實在畫漫畫方面 有沒有什麼經歷 你怎樣入行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有興趣 入行 其實我初初是做廣告公司 做visualizer 那時候在科技廣告公司做 不能創作 純粹人家的導演叫你畫什麼 畫Story Board 畫些案 每天都這樣做 有一次就看到文化傳訊 搞了第一屆漫畫偶像的比賽 Exam那個 對Exam那個 我看到第一屆有人贏出了 當時我都覺得 原來第一屆開始了 我自己都不知道 沒有參加 然後就等 既然有什麼比賽 不如等第二屆 到第二屆 他報名的時候 我就畫了一個作品 交了他 很幸運拿了冠軍 叫做踩了半隻腳入行 那一定不是很幸運 都是要有班的實力才能拿到冠軍 但我有個興趣想知道 其實 孫一軍你自己 是否從小對漫畫經驗 是有一個興趣 我小時候就 小學 我印象中小學一年級 開始看A夢 我真的想說 A夢 A夢 台灣名詞 看叮噹開始看 當時我小時候 第一本接觸的漫畫就是叮噹 當時是兒童樂園 兒童樂園裡面有一個叮噹的漫畫 可能你們不知道什麼事 是這些嗎 不是 我知道 八字頭那些 不知道什麼是叮噹 我在想著兒童樂園的A夢 好像不是屯子 是A4 那些是A4 多拉A4 當時一看就很喜歡 從此接觸了日本漫畫 不好意思 相比港漫的博裝 可能因為先日為主 所以喜歡入日式風格 但是到什麼時候開始 才有自己開始繪畫這個興趣呢 當時已經有興趣畫的 我記得用一張A3的白色畫 已經是畫漫畫一格格的 那些公仔完全是大熊來的 自己作出一些所謂的故事 盡量在A3裡面解決了那個故事 那些故事都是很叮噹的 都是一個男主角 坐火箭去哪裡 打了一個怪獸 完了 我們還有沒有機會再看 我也想再看 但沒有 只可以在腦裡 那時候就是 因為贏了文化傳訊的比賽 半夜就拆了去漫畫一行 但那時候還在做那個公司 我一直在做那個公司 就覺得我的姿勢 發展不了上去 因為我自己又不喜歡做 創作方面的東西 想想故事我很喜歡 但你叫我做那些編額 想過Storyboard 我真的沒有什麼興趣去做 所以我的姿勢就發展不了上去 所以我覺得漫畫 我覺得是長遠的工作 而且我從小到大 既然這麼喜歡畫漫畫 不如就轉行 轉行 然後踏進去 那時候就退了一份工 直接畫漫畫 你覺得自己當初 在美術學習的經歷 對你發展漫畫這個事業 的幫助或者影響大不大 因為我所知 其實很多香港漫畫家出身 都是沒有這個底子 你會不會覺得 其實如果自己當初沒有從事 美術這方面的學習 可能就不會做到今天的成就 我覺得都沒有關係 不過對美術方面的學習 純粹是在採稿方面 有很大的幫助 但如果做漫畫 基本上是對黑白的 我覺得在採色方面 不用太注重 就是我所說的日式漫畫 如果以本地的博裝打鬥 那些就採告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如果做漫畫最大的幫助 其實我覺得反而真的要看多些漫畫書 那你說學不學設計 其實沒有所謂的 都是創意的 你看多些漫畫書 你才可以看到別人的鋪牌 或者別人的鋪牌 是這樣的過場的 他這樣做 起程轉合做得很好 你可以參考一下 阿孫 你看多漫畫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或者會不會有一些漫畫家 你覺得我都有點想 以他為一個目標 或者是一個漫畫家層面的偶像 如果說本地漫畫家層面偶像 我會說回我公司東立的陳某 其實我之前轉接在其他漫畫公司做的時候 我一直都很羨慕陳某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畫到一些自己控制到的東西 以及自己很喜歡 一直發展下去的故事 那時候我一直都 雖然我都在畫漫畫 但我很羨慕陳某的情況 而且他現在這麼成功 我更加很羨慕他 聽你這樣說 其實以前在其他公司裡 你的作品都未必是你最想畫的東西 因為你以前《風神演義》 《綿羊仔》 畫過一些歷史的名人孫中山 也有一些《滿天神佛》 也有一些《冠世音》 《冠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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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電影改編的《無間道》 直到現在的《冠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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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哪一套是你自己 真的屬於自己想畫的題材呢? 還是以前的《冠世音》 一直都有很多想法 但還未足夠讓你的空間表現出來呢? 如果說回以前的作品 因為有些作品是公司想做的 他純粹想找一個人出來畫的 那些作品我參與 公司會問我想要做這個項目 以香港這麼小的市場當然要做 你要開飯 那就會做 但那個過程我也不討厭 因為我覺得在《冠世音》 我始終有些得著 在創作方面 以及在技巧上 我可以摸索一些東西 在這麼多作品之中 我會比較喜歡《幻遊記》 雖然這個作品有頭無尾 因為公司的問題沒有辦法 但這作品是我一直想追求的 少年冒險形式 當然不講《鬼戰師》 要講回以前的作品 後來就是《幻遊記》之後 這是熱血少年漫畫 少年冒險的漫畫 我很想畫到這些題材 後來就完成所有工作之後 進入了《東立》 創作了《鬼戰師》 如果聽你以往畫漫畫的經歷 你喜歡看的漫畫 到現在最喜歡的就是《幻遊記》 《鬼戰師》這類的作品 其實都很一脈相承 從小到大都最喜歡這種題材 就是《少年冒險》 然後又說有支火箭 你以前畫的有支火箭 飛上太空 就是這種 因為我記得《幻遊記》 有部列車 飛到龍 飛上天走來走去 因為有點八卦 阿孫 你是先入了《文全》 即是《幻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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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過哪些不同的出版社 當初入了《文全》 之後去了《正文社》 《正文社》之後 又回到《文全》 又去過《CHEES》 東日出版社 那是國內的出版社 現在暫時在東立 我看看你過往 剛才阿瑪姐上述說過往的作品 其實有部份 譬如《孫章山》 《觀世音》 我自己看過之後 因為我當時未看這些作品 但我覺得以你的創作歷程 其實你都幾百搭 譬如一些歷史人物 即是較為現實 或者一些比較圓幻 甚至乎 綿洋漬這些 和Fashion有關 即是你可以 涉獵到的題材是很豐富的 我之前就在澳門裏面看過 澳門政府 其實核下有部份的機構 都有跟本地的漫畫家合作 或者做一些插畫宣傳 其實如果這個成為 將來趨勢 香港政府或者某些宗教團體 希望出相關的漫畫 你覺得會不會適合你去挑戰呢? 因為這方面 我覺得我不太適合 自己有沒有宗教信仰? 我有宗教信仰 但我不是一個虔誠的教徒 因為我以前說八搭 因為現實說 都是因為開飯的問題 因為很多香港本土漫畫 想百搭 但反而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剛才也說了 因為我參與一些作品創作 其實我畫什麼題材 我都沒有所謂 在過程中我都很享受 而且從中我都會有些得像 我領悟到一些東西 在下一個作品可以再做好一點 所以有些人以前都問我 你畫宣傳山 你畫觀世音 兩個不同的宗教你都敢做 這些題材不悶嗎? 又沒有動作沒有性 我覺得沒有所謂 整個過程很好玩 我聽到你說 其實我覺得是不錯的 能夠享受的過程 我覺得很多在職都達不到這個水平 有些人說 將興趣變成職業 會很苦悶 或者整件事已經不再有趣 我又不覺得 整個過程都覺得很好玩 現在來講 或者一直畫漫畫的過程中 有沒有請坐 還是通常都是自己一手包辦 但曾經有一段時間都請過兩個助理幫忙 因為那段時間都叫做多東西畫 搞不定 想找人幫忙 但到現在都是一個人做的 其實你這本《繪戰詩》 和接下來的新作 都是你一個人獨力的 暫時都預計都會一個人獨力 預計都會 本來就是圖輩 要不要請回兵庭 在《新少年》那裏下文 正式兵庭 其實新作有一個助理 遲些你們看就會知道 都是姓孫 期待 好 你在自己的網站上都會寫 一個漫畫家的生活 很恐怖 我們作為讀者 是用來剝削了你們的生活 去拿取你們的生活 其實我們買半單 是不好意思 要叫報返和發行說 發行同一個出版社 跟出版社同一個出版社 跟你說 不好意思 究竟怎樣的恐怖 有些人做漫畫家會做得很開心 可能生活會很舒適 但我暫時的生活 我自己覺得很恐怖 因為我的時間 所有時間都只是畫畫 早上起床 直到睡覺 前一刻都是畫畫 因為一手包辦創作的原因 對 星期一至六 就是這樣的生活 中間是有吃飯 兩頓飯的時間 其他所有時間 就是畫畫畫畫畫畫 聽都覺得恐怖 星期日我也堅持不說 因為始終都不可以這樣做 一定要休息一下 去一下街 我想起賭博 在事錄裡 Edan開始被捉了 不斷有怨氣地做 幸好 我相信阿孫是享受的 我也享受 而且很幸好 我自己有自覺 不會突然間要搞網 搞電視 先看電影 沒有這些事情 都很專心 一畫畫畫就很專心 不要被其他東西影響你 我經常會跟朋友說 我這份地盤工 手停就口停 沒有辦法 所以不可以不專心 一定要做做做做 才會有錢 你說你自己的經歷 我想起 剛剛最近聽到 《死亡筆記》的編劇 《大場冬了》 他自己說回 《大場冬》 《大場冬》 我不敢亂讀 剛剛說了個怪音 他自己也說回 連《死亡筆記》的過程 都是近次你剛才所說的 還挺黑板 痛苦 還有面對經濟的問題 但我自己有體會 可能出色的作品 那個作者本身是需要經歷這個階段 才會有一些精彩的作品出現 希望你接下來的日子 也保持這個生活 不過我真的覺得很佩服 我知道整套配戰師 是一個人一手包辦 想不到 是很佩服 因為畫畫 是很仔細的 謝謝 還有動作場面 尤其是動作場面 如果相比來說 不要說香港薄曼是比較分工式 如果是日本 其實這樣也一定會請助理去幫忙 起碼是四至五個製作小組去做 也會是一個小組去做 因為如果我請了別人 我就飯都不能開 我請了別人給別人飯 就自己沒有飯 自己白了也不行 所以沒有辦法 最最後都是自己捱了 那我就想問 一直說下去 開始問多一點關於賀戰師的問題 我就想知道 賀戰師究竟是什麼方式連續 這是周刊嗎 其實在香港和台灣都有連載過 香港連載是定時連載 限時連載 連載了兩回 之後就直接出單行本 之後就沒有再連載 而在台灣新少年連載 第一期單行本就整期連載了 連載了 之後就連載了 立即出單行本 之後再出第二期單行本 也沒有繼續連載 因為可能公司太多故事 有很多日本漫畫 沒有位置放到 所以就沒有連載了 但是這個是最初 公司和你去談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一個項目 還是其實都有一點 即時去變陣 當初和公司談 主要是談故事 連載那些問題都沒有談過 還有什麼時候出的時候 都沒有怎樣談過 因為我覺得是 但對公司的立場是對的 因為我是新人進去 對公司來說 公司真的要試試我做不做到 有沒有拍力去說完整本 還有要看我的交稿量 公司才可以決定到怎樣走的方針 你說這個初期的連載方案 是想試一下你 結果現在在網上 受到相當高的評價 我沒有辦法知道書數是多少 因為我不是發行 但是大部分我認識的人 有看過這本書 都算是好的 很平如潮 你算不算是你第一部獲得 這麼多主意的一部作品 我覺得也是 我畫了這麼多年漫畫 這本是最多人注意的漫畫 而且也給了很多正面的訊息 很多朋友 或者以前認識的記者 都說 你終於來了 有這樣的感覺 回來了 阿孫回來了 如果經過這次的連載成功之後 或者出版這三期第一部完結 如果將來要發展成一個定期 例如周刊連載 你覺得會不會應付得到這種方向 嗯 在這裏我一定說會應付得到 一起跟公司說聲 阿孫可以的 阿孫可以的 明明不是我畫的 沒有問題 一定交到稿 因為我聽不少個案 就是很多作品 其實本身都是出了一個定量 交給出版社 然後才不斷再公稿 剛剛好 就配合最後跟他傳稿的量相等 剛剛完結了故事 其實很多作者 因為他對質素要求 他就不會去做這種每個星期出產的方式 即是傳稿 對 如果這樣的話 會不會違反了你現在的對質素要求 嗯 但其實我覺得是傳稿是應該的 就算好像我說 我交到稿 但其實站在出版社立場 一定要有傳稿 以防你 那個作者有什麼病痛 或者突然去了旅行 那星期沒有的話 就批 所以一定是有傳稿 是正常的 我覺得是 但之後再每個星期這樣交給你 都覺得可以應付到 一定應付到 不會對質素降低去遷就市場 在連載方面可能會 即是有些事可能趕不及 未做到完美 就出了街 我覺得會很正常 因為日本方面其實都會是這樣 到他們再集結成 單行本的時候 他們有時候會改稿 我都會做這些事 我們都認識一個日本鼎鼎大名 只要看Hunt Hunter就會知道 我們這些凡人不要討論神的事 那本身的故事 已經談了兩期 但最後是出了三期 但情況會是怎樣 是畫畫上街 其實本身的故事 都以為兩期可以 但第二月畫越長 像你後者那樣說 以為兩期 其實一開始 我都是想畫一個 open ending的故事 因為以防 將來反應好 可以繼續下去 如果真的反應不好 就接了它 本書 也沒有畫完 我都是有這樣的計劃 最初跟公司談 都是談兩期完 兩期完 我已經完成了第一章 第一章 但後來真的畫到 可能我自己控制不了故事 發展 越來越多 所以這套公司 可不可以多給我一期 公司又可以 所以變了三期 對 對 反應是不錯 對 現在的反應是不錯 現在的反應是不錯 我們有一點點白 由文全到現在 由當年文全到現在 由當年文全到現在幾年 由當年文全到現在幾年 不會敵人 不會敵人 因為我不是傳統漫畫家 出身 我真的不認識圈裡面的人 你說本地博裝 我認識他 因為他們出名 不知道他認識我 我不知道 而且我認識他 我認識他 有這個人 完全沒有任何交流過 口慢 以前在鄭文都有很多本地漫畫家 因為可能大家都各自在家裡自己做事 不會聚在一起做事 所以不會很老友 大家都是互相點頭之交 就算以前在文化全信的時候 我忘記了你們是否同屆 或是曾健柔 曾瑜 曾瑜伽 那些人 因為在我自己的感覺 例如讀者的角度 對 文化全信他們是一個很大的機構 很多時候都會有很多人在某一個宿舍裡做事 因為我一開始都是在家裡做事 我都是每個月上公司交過一次 或者有些事情要談 那些問題 所以我都可能進不了一圈 反而就算在製作模式裡面 你都是很日式的連載人 對 對我來說 要回公司 那些車程又浪費了時間 回到公司 如果有一群人 我又會掛著聊天 又做不到工作 那這樣的立場 我寧願自己一個在家裡做事 專心一點 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說認識不認識 或者不是朋友 最想和什麼人合作呢 如果你說漫畫家的編劇 或者其他人都有沒有想過呢 最想和不同的作者 大家去Cossova 出這些作品 其實有沒有曾經想過 自己都可能會作這些嘗試 可能和火鳳Cossova 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古裝 應該都很好玩 其實張飛也是他的戰士 你會說笑話 哈哈哈哈 即是我說火鳳 馬便張 將會有些專欄會介紹一下 哈哈哈哈 Cossova 哪種形式你覺得 會設立你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如果Cossova 應該會比較好玩 還有大家 輕輕鬆鬆去玩一個題材 或者什麼 玩完就算 這些我都覺得OK 那我想 如果真的是Cossova 我猜張飛終於都要試一下敗筆的 哈哈哈哈 因為圖繪實在太強了 哈哈哈哈 好了 來到這裡 我們第一節的時間 就差不多了 我們回來之後 還會有第二節的動漫廢物 我們一會兒再跟阿孫繼續聊天 待會見 謝謝 ces人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